这是何炯唯一一次在镜头面前全程黑脸 在奇葩大会上 何炯全程带着冷漠仇视的眼神 盯着眼前这个自称是与他久违不见的老朋友 为什么一向老好人的何炯 对这个男人敌意这么大呢 这个男人名叫陈汉斌 原来当初何炯将自己的好朋友吴敬义 介绍给了陈汉斌 之后他们走到了一起还结了婚 陈汉斌酷爱旅游 吴敬义就陪着他一起 为此还放弃了自己大好前程 把房子都给卖了 但陈汉斌却在旅行开始后 辜负了吴敬义 把他甩了 而在现场陈汉斌见到何炯后 却一点也不觉得愧疚 还阵阵有词地说起自己的旅行经历 何炯为此也直接没给他好脸色看 不过虽然何炯全程一只黑脸 但并没有让对方下不来台 哪怕是处于极端愤怒的状态 依然给了对方一个体面又敷衍的拥抱 何炯真正发飙是在另外一个现场 在超次元的录制上 几个小鲜肉也为对表演评判结果不满意 在现场爆发冲突 大打出手 何炯在场上屡次喊停淡并未奏效 最后黄毛男竟然当着何炯的面摔动静 这也让何老师彻底愤怒了 当场就发飙怒吼 叫停了节目 虽然错不在何老师 但是最后他还是公开道歉 他说因为自己发飙 导致新人遭遇到了网络暴力 他甚至认为这是他职业生涯的耻辱 何炯一直都是这样体面的老好人 他在30岁生日时许愿 希望对自己好一点 但李湘却认为他食言了 因为他一直在不停歇地工作 费尽心力地照顾每一个人的感受 总有人说何炯是无所不能的强人 可是没人知道他其实是缺乏安全感 他说他将终身与孤独为伴 何炯到底结婚了没有 今年三月 有记者拍到了 何炯在上海街头与一名神秘男子 手牵手过马路的照片 随后他又挽着这位男子的手臂 一路上有说有笑 更让人惊讶是 这位男子竟然像情人般亲密的 抚摸了何炯的脸两次 很快这位神秘男子被网友认出是费启明 一位费启明和画面上的男子 从走路姿势到背包款式 甚至是肩膀弧度都极为相似 费启明以前是一名网络红人 后来成了演员 再后来网友发现 2018年费启明首次转型上的综艺就是快本 后来费启明还参加了很多综艺 而且很多都是与和老师息息相关 在《我家那闺女》中 有一期节目是无心邀请好友去家中作客 何炯就是与费启明一同前往的 而费启明当时 不过是一个十八线不知名小演员 却能让何炯带着 出现在这种芒果内部的聚会上 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 加上19年 就有网友看到何炯与费启明 一起去看音乐剧 顿时两人的绯闻闹得沸沸扬扬 众人也不禁开始怀疑何炯与王晶的关系下来 王晶比何炯大三岁 关于两人隐婚生子的消息由来已久 对于这件事 何炯一直秉持着否认的态度 多次在社交媒体上避而不谈 据说何炯北漂时 王晶曾是他的房东 何炯租住期间还没有什么名气 为了出人头地 每天都拼了命的工作 王晶心疼他 所以一直默默地照顾他 给他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 但随着何炯在湖南台的工作 越来越顺手 人气也越来越高的时候 却传出了他和戴军的绯闻 戴军当时也是实打实的乐坛老大哥 地位不知道比何炯高了多少 那段时间 两人总是一起上节目 戴军不仅经常提谢何炯 还在自己的书里 详细描写了他与何炯的往事 文中用词十分的暧昧 让人不得不浮想连篇 直到2003年何炯被爆出已婚的消息 这段绯闻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但在之后 关于何炯与魏大勋 景博然等人的传闻 依然源源不断地流出 离何炯性取向做时最近的一次 就是何炯出现在了刘希平的社交平台里 2010年 桂圈建盖指南刘希平的博客 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中 差点让何炯被实锤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作为盖圈教父 刘希平最终一鲜嫩可口的蓝孩子 他平时发布的合照 也无一例外都是在盖圈里混的 所以当何炯和魏大勋的照片 出现在刘希平的博客中时 一切传言仿佛不变自明 随后魏大勋上快本的次数直逼张姐 还有人隔三差五就拍到两人一起游玩的照片 甚至有一次魏大勋上节目被拍到两人勾脚 不少人表示这动作未免太过亲密 除此之外 何炯还和景博然传出了绯闻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快本现场 何炯对景博然异常热情 但却在一个游戏环节突然一反常态 要检查景博然的私人背包 不仅丝毫不顾及景博然的心情 将他的包翻了个底朝天 甚至还拿起手机检查通话记录 吓得旁边的韦家都连忙打岔说太过了 这期节目一播出就惹得网友议论纷纷 好在不久之后 一林杂志刊登了一篇何炯与王晶结婚的文章 这才把大众的视线重新转移到了何炯隐婚上 景博然甚至还突然变成了王晶的弟弟 之后何炯又拍到和王晶一同现身买房 才再次垂死了隐婚传闻 但慢慢的人们也发现了 每次何炯在风口浪尖时 王晶都会被拿出来挡枪 他和王晶到底是不是真夫妻呢 在一期向往的生活节目中 有人询问何炯是否已经结婚 但却被何炯直接否认了 所以关于何炯和王晶结婚的消息应该都是假的 早年还有新闻写王晶是何炯的经纪人 如果真的是经纪人的话 那么这二十年来 两人还真可谓是联手贡献了一出绝妙的公关好戏 不过娱乐圈的事实非非 都让人摸不着头脑 不管是何炯从之前与戴军的绯闻 还是到现在与费启明的关系 何炯的取向仿佛也成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如今的大众也能十分宽容地接受 并且祝福何炯 大家觉得呢